这样的生态,能够让它继续的相关的东西可以继续的永续的下来这样子 许多当地村民还接受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训练 成为生态解说员,带领游客认识家乡的动植物生态 透过生态调查,桃米社区的居民不仅对环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也知道要珍惜丰富的生态资源,并且从不间断生态调查的工作 当然现在我们还是有继续在做的,像我们解说员的部分还有一些有心的一些居民 我们每个月都有做资源调查 比如说到溪流里面或者是某条路线去做我们社区的一些的动植物的调查 比如蜻蜓、青蛙、植物都有在做的 台湾是物种丰富之道 然而人类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扩张了生活的范围 却也缩减了生物的生存空间 甚至引发部分生物族群消失的危机 这些都是起因于人类对环境的不了解 不知道工程开发地有哪些生物 它们需要什么样的棄地环境 以及它们的消失对于人类会有哪些影响所导致 生物的生存情况可以视为一种检测环境的指标 一个许多生物无法生存的环境表示它被破坏得很严重 像一个受影响的可能就是人类 虽然生态调查是生物学者的专业工作 但是一般民众在做生态旅游或者生物活动观察的时候 也可以用到其中部分的调查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让民众对环境多一分了解 也更可以让我们学习到 与自然共存之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